美国地产三分钟带给你美国地产新鲜有趣的资讯 这是美国目前最贵的房子 要价2亿5000万美元 没错 2亿5000万美元 这个房子在加州布莱尔地区 一共四层 室内面积为3500平方米 房子里有12个卧室 21个浴室 3个厨房 以及一个小型饮院 一个保龄球馆 两个酒窖和一个室外游泳池 除了这些基本设施以外 房子还配备价值3000万美元的高级轿车和摩托车 包括一台劳斯莱斯 一台布加迪和一台阿拉德老爷车 另外在房顶还有一架直升机 为了让屋主在生活上衣食无忧 房子里还有7名全职的服务员负责管理日常事务 既然开发商费尽心思打造了这么一个奢华胜利 是否真的有人负担得起呢 调研公司WealthX的数据显示 在2015年 全世界范围内有2500人的身家 达到了10亿美元以上 而在这些富豪当中 可能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并且愿意 花四分之一的财富去购买这个房子 如何为自己的房子选择一款合适的颜色呢 美国的彩通色彩研究所发布了2017年度色彩 草绿色 彩通认为 草绿色代表了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联系 可以对人们的精神起到安抚和激励的作用 另外一些涂料公司也发布了自己的2017年度色彩 本届名摩尔的选择是紫灰色 这个颜色低沉昏暗 大量使用在显影的地方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压抑 但是把它作为背景的话 像在这个楼梯后面 就会产生不错的效果 PPG公司的年度色彩也是紫色 不过少了一份昏尘 多了一份亮眼与柔和 能够带给人平静和放松的感觉 凯利莫尔的选择是深灰色 这个颜色偏中性 但因为带有昏暗的属性 所以在用量方面要小心 而且最好可以和亮色搭配使用 和之前的涂料公司不同 邓恩爱德华兹的年度色彩是一个饱满的亮色 名字叫做闪亮的蜂蜜 这个亮黄色能带给人欢快愉悦的感觉 用在厨房 客厅或者大门都会有不错的效果 最后来看一看一家旧金山公司开发出的新一代妇女之友 史上第一个智能梳妆镜 Juno 这个镜子有三种灯光模式 第一个是化妆灯模式 能够根据环境的光照条件 自我调节镜子上的灯光 为化妆的人提供合适的照明 化妆灯模式能够检测出三种不同的环境 分别为日光 室内以及夜晚 第二个灯光模式为自拍光 镜子的边缘会发射出灯光 帮助提升自拍照片的质量 而第三个模式为阅读光 可以提供柔和的光照来帮助人们进行阅读 目前Juno已经在网站Kickstarter上完成了众筹 最终筹集到的资金达到了50万美元 远远超过了15000美元的初始目标 这就是本期的美国地产三分钟 エゾ一直在粑造成的方法